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陶陶老师 二年级第二单元测试了吗? 现在学校是不允许测试的 那么孩子学到现在 他前边一个单元掌握的知识点 掌握的扎实吗? 学会了没有? 很多地方已经在网课了 孩子有时间 我们可以在家里对孩子进行检测 那我这张试卷呢 就是一张普通的测试卷 你如果手里有这张试卷的话 让孩子在40分钟之内 必须完成 而且家长呢可以不给他读题 你就给他把握一个时间 从几点钟让他做 到几点钟把这个试卷收回来 我的试卷通常是有答案的 你可以拉到底去对照答案 给孩子批阅 至少孩子要能考90分知道吧 一年级二年级90分是底线 不能再低了 再低就是说明 他很多知识点漏掉了 那你要重视了 我先做 做完以后给大家讲一讲 这张试卷的重难点 因为是我们普通的单元测试卷 不是陪优卷 我现在给大家做一套陪优卷 可能很快就会做完 做完以后会送给大家 那么普通试卷呢 像这样的题型都是必考题 我们平时怎么训练 那你知道吗 看拼写词语这里边出现的全部都是课后生字 一类字 课后词语表当中的词语 这些词语是你必须要掌握的 而且这些词语当中很可能有些字 它没有出现在我们前边的这个一类字当中 但是你依然要会写 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个家人跟我说 他说老师你出的这个词语啊 孩子前边没学过 我说你是没有看到后边 这个词语表当中是要求孩子必须学会的 所以你在复习的时候 这个是要通过报听写 让孩子你去检测 让孩子学会 不仅仅是什么 只考你这个填字格当中的词语 知道吧 所以整个第一题和第二题 就是考你的一类字 听明白了吧 平时怎么训练呢 还记得这本书吗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看评写词语 因为当时就是我发现的太晚了 都快期末测试的时候我才发现 后来就推荐给大家了几个米 我们看到 你每一课 它要求你掌握的 这是二类字 下边是一类字 看到没有 每一课它都会给你 让你去练习 你学完一课 练习一课 这个非常好 当然跟我学习 有一课一课的孩子 不需要啊 我一课一课 比这个内容还要好 但是你如果没跟我学习 没有 就是几个米 买一本 每一阶课学完 你就让孩子做一做 用铅笔做 做完以后把它擦掉 等到复习的时候 还可以用 这是这样的两道题 你知道孩子 他做这样题目 他会出什么问题吗 他会在检查的时候出问题 比如考试时候 他正在写这个买书 他写完一个买 突然可能有个同学说话了 可能老师说话了 可能就有什么响动 吸引他了 他这个书没写 他接着像下写了 哎呦 太多的孩子 尤其是成绩好的 出这样的低级错误 这个就是什么 他不检查 好 另外呢 多音字 这个一般情况下 它是我们二类子当中出现的 你要会 这个我会填 你知道这道题目 它其实考的是什么吗 其实他就是在给你潜移墨画 给你渗透资予积累 帮助你写作 为什么很多一年级的孩子 他写出来的这个写画 他是干巴巴的 其实老师一定教了 那你像我们这个 大家看到吗 原地二 你看这个地方 他在教你干什么 照样子说一说 把自己喜欢的景物写下来 他就是可以从颜色上来写 还可以从形状上来写 这都是可以的 包括触觉 你都可以写一写 什么东西是柔软的 这其实都是在教你这个写画 教你这个词语 怎么去积累 所以这个语文啊 我经常说 如果到了高年级 你的语文成绩差 你这个弥补只能通过阅读 你去这个基础知识 我告诉你 它太难了 因为它的知识点太多 它就是每一册书 都有无数个知识点 然后下一册书 在这个知识点的台阶上 再更进一步 它是这样的 所以你要重视 从一年就有 我会填 这是干什么 这是在训练你扩词呀 你说天上下雨了 什么样的雨 下的小雨 细雨 那你说下的某某细雨 你是不是这句话 马上就生动了呢 所以你要练习 我的不管是习题也好 哪个地方也好 只要出现这样的词语 我都是让你去积累 包括这里照样子写词语 这全部都是要 要求你积累的 你把它积累下来 就是你脱离这张试卷 你还会写吗 复习的时候 这其实就是一个点 知道吧 一个复习的点 然后再看这个地方 你像区别这样的 近似的词语 它是有方法的 看到这个问号没有 这个问号 它就和带口子旁的哪 它是搭配起来的 你可以直接选 这是不是就很简单了 那你像温和和温暖 温暖它是一种感觉 温和它是态度 那我教会你了 我们今天学到了一个这样的词 我就想问问你 你有没有把它记住呢 所以有些家长 他说老师这一课一练 你给我答案吧 我就没时间听课 我说你没时间听课 你就不要跟我学了 为什么呀 孩子写错了 换一个词 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选吗 不知道 不知道 等于没学会 你单纯对照答案有什么用呀 那你不如去几十块钱买一本书 买一套试卷去做吧 对不对 所以你学做题 你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要去学方法 不是去懵 有些孩子这题做错了 你让他盯着 你不跟他讲 他也会 为什么呢 不是这个答案 就是这个答案 并不代表他会 他没学会 下一次他还会错 所以你要学方法 读一读连一连 这也是要求积累的 尤其是进反多 进一词反一词多音词 一年级的孩子 二年级的孩子 我告诉你 你就是大量的读背计 为什么 孩子的小脑瓜特别好用 你跟他说了 他都是能听懂的 你让他利用好这个时间的记忆能力 让他去多读多计多背 排列成一段通顺的话 整张试卷就这一道难题 为什么它是一道难题呢 孩子要知道 这个排列哪个在第一 哪个在后边 他要知道为什么这样排 简单的这样的排列句子 他是要会的 那你看这个地方 事先的起因是什么 小明妈妈让小明买酱油 刚要出门 出门了吗 没出门呢 肯定是这个地方 接着呀 递给妈妈一把伞 然后呢 小明发现什么 有的小 有的孩子说 小明急忙跑上去 为小朋友打伞 他得先发现小朋友哭 他才能给小朋友打伞 对不对 他给小朋友打伞了 小朋友才能笑啊 你通过这样的分析 你是不是孩子就能够排队了呢 还有的时候会出现 什么样的排列啊 时间啊 我今天去奶奶家 早晨干什么 中午干什么 晚上干什么 最后干什么 还有呢 我春天种下一颗花 夏天怎么样 秋天怎么样 冬天怎么样 都有方法的 我走进学校 一进大门 怎么样 大门旁边怎么样 在旁边操场 操场旁边有什么 它都是有方法的 我们在后边的时间里呢 慢慢给大家讲 最后就是写话 同一幅图的写话 如果出现在一年级 这是什么时间呀 肯定是放学呀 教室里除了这个打扫卫生的孩子 都没有其他人了 你给他一个时间 什么时间 哪些孩子在打扫卫生 他们有的在干什么 有的在干什么 有的在干什么 他们把教室打扫得很干净 没有了 一段话 一年级就这样写 但是这幅图 它出现在二年级 还能这样写吗 不能 怎么写 时间是一定的 哦 为什么 什么时间 哪些孩子留下来了 他们在打扫卫生之前 你要联系你的生活时期 你在班里做职日的时候 你是放学以后 你就随随便便 你去摸托吧 不是这样的吧 我劳动 劳动小组长 对不对 他会说啊 你倒垃圾 你洒水 你拖地 你扫地 你去擦桌子 是不是 他有个分工 你就回想 你在生活当中 你怎么打扫卫生的 把这个分工的过程 给写下来 然后呢 谁在擦黑板 那擦黑板擦的结果怎么样 他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 那谁在扫地 他把地扫得正亮 昨天在改作文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一个小朋友 他把黑板擦得很干净 他把地扫得很干净 他把玻璃擦得很干净 他连续用了三个干净 所以我在给他批语的时候 我就说了 我们要把这个打扫卫生的结果写出来 但是我们尽可能在同一篇写话当中 不去使用重复的词语 我想表达干净 我可以用敬义词 地面除了干净 可以擦得正亮 那玻璃可以是什么 明亮 黑板怎么样 一点粉笔会都没有 就是说 你尽可能的不用相同的词语去表达 你的写话看起来语言就非常的丰富 知道吗 不呆板 那么两篇写话对比起来 你这个词语丰富的就能够得高分 听明白了吧 最后结果是什么样子 那他们还有可能在打扫卫生的过程当中会说什么 等到这个教室被打扫干净了 他们还可能得到什么结果 评比的时候 是不是得奖了 这都可以写一写 所以二年级跟一年级是不一样的 这张测试卷呢 我们就讲完了 因为试卷我后边给大家都付了答案 所以你可以直接对照答案 给孩子评评分 再讲一遍 一定要超过90分 没超过90分 这个单元你要回过头来看了 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你去争取 把它滴溜上来 因为一二年级还是很容易滴溜的 知识点比较少 重点在生字词 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分享 点关注我 还可以长按点赞 我们下个视频呢 会接着分享第三单元 我有时间会给大家讲考点 因为每一篇课文啊 它都是有考点的 都是有重难点的 哪些生字是重难点 哪这个课文当中的哪几句话是重难点 它可能会怎么考你 这都是有什么呀 教学目标在管着的 老师在讲的时候 就是哪些点 你必须学会 怎么去学会 用什么方法 那你想这些生字 我怎么学 好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